打团有点没有办法下手去打LF 是 我们看一下双方第三局比赛 蓝则方Iron GM红则方LF 在这局Iron GM是败方拥有优先选面权 他们会选择怎么样的处理来去进队LF呢 哎 BP的话也是换了 这边一转金自扳一手 而反观LF后手放重施一摁 亲戚不给 那第三手这边怎么考虑大跃完 不想让对方拿 那我们看一下Iron GM的第一手 感觉还是想放千击或者是说炭智郎你自己去拿 其实这个千击放出来的话 LF不见得要去拿孔三的 但是我有应对方式 就是说我这边拿比安花出来 我跟谁对线都可以 是 而且千击它虽然说优先级很高嘛 但是它的一个阵容适配可能会稍微差一点 对 但是这手千击你Iron GM不拿 LF要拿呀 以退为进 这一手先拿一个匣子 你化金考虑要不要拿吧 其他点我看你怎么抛然后我再去考虑 LF 亲戚啊亲戚没有了 千击可以拿啊千击加加谢姬嗯 可以考虑的确实 谢姬就是你给的就是OPL目前两大谢姬人助力 一个是黄振伟 嗯一个是云绍对 有之前云绍云绍大名是什么 他隐藏的还挺好的我不知道哎 这云绍还是深藏不露 他把自己的这个争名隐藏的很好 哈哈哈慕容云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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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不都出 那他那那他为什么跟那个微微不是一对 啊有可能这个要PK吗 我真的是服了 我以为我是最最烂的那个玩烂梗的人 没有想到你比我还烂一步 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主要主要这个就是最近喜欢刷剧吗 刷多了 看一下BB这一首考虑苏翁加谢姬 呃苏翁在第一局 Iron Jam是有搬掉的是的 好那看一下这边拿完 瑕疵之后的话第二首第三首怎么去掏呢 以他们以往速来讲可能射手会尽可能的出的稍微早一点 锦纳罗要不要先拿 因为现在研磨 预战精是上班位的 实际上现在Iron Jam最尴尬的一个情况是什么 就是我拿什么射手 就是我都发挥不出来 就是不是说鱼的操作不够 有人说我在操作过的情况下 我打团这会我被钉死了 对啊 就你好比就是说打篮球啊 你让我去单防奥尼尔 我还一巴掌被删到墙里面抠都抠不出来 那种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就是你去单捧一个巨人 我觉得你也不用你放弃真假吧 心里可以 我我就说一个就是很形象比方吧 就是很难受的比方 你可以从上面穿过去 确实形象画面都有了 就是如果只是说难受可能很抽象吧 哈哈哈懂了懂了啊 这边的话也是拿到了狸猫加上锦纳罗啊 锦纳罗其实拿下来没什么大问题 如果你不拿的话 LF大概是会考虑的 而且现在班位上的话 研磨没有欲战金也没有 好那看一下LF第三手怎么去考虑吧 射手如果这手不拿的话 我感觉在后手方的LNGM 鬼童丸这些都会摁掉 但是千金那就应该不考虑了吧 没错 还是先锁了一个鬼童丸 后续再搬掉了一个迷豆子 对因为现在 LF第四手有一个优先选择权 如果他们不纠结的话 LNGM千金不搬 那依旧这边可以先拿 是所以说千金这个问题 就留给说LNGM这边了 但是这一局 蟹鸡如果开到锦纳罗 锦纳罗是很脆的 嗯 蟹鸡 不过好在有一手匣子 就是连给二不三手蟹鸡吗 就是就感觉可以断那么一下的 而且前两局手已经玩得滚烫了 这一局还继续发挥 他的一个手热这个状态延续下来 把手机烫爆 哦哈哈哈哈 没有 其实我们看第一手选匣子 当时如果说LNGM考虑选蟹鸡的话 第二手第三手 感觉也是有概率拿到匣子的 对 我LNGM这边是搬掉了两手打野 只会黑 搬之后 LF把鬼切摁掉 豆子摁掉 自己怎么考虑 千金要拿吗 首先就是 你是要藏打野 是要藏中路吗 感觉藏中路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打野现在可能会 一反的可能性会高一些 或者小秀之手 哦小秀的话 对于扣的反而你已经给他拉黑了感觉 哈哈哈 他自己也说这东西是个陷阱 是个陷阱 嗯 他对面也没拿中 反正现在要么出打野给 微微一手 counterweight 微微他值得 微微他对微微值得微微值得 因为你班位上 打野很多 要考虑的话 其实一反也可以掏了 不过上一局 阿扣都玩出百藏主来了 感觉没什么他做不出来的事了 是 这样的一个深圳区很难被封锁 那还是微微的比岸花 先拿比岸花 对 千金放出来迟迟没有拿 而且LF好像就 对于这个点不是特别在意了 如果这种阵容的话 其实看他们的经济分配 在这边如果考虑野和也是可以的 千金们拿到比岸花 嗯 还是想把 这笔帽给圈禁嘛 他们也是觉得完全他们是可以 应不得了说千金的 在上一局也是有经验了嘛 实战也有 是 那这局放给你了 没准还是留给对面的一个陷阱 这局有舒翁啊 有 舒翁这个四神代表着不信 他的名字就代表着不信 哈哈哈 输到脑瓜子疯疯的 LF之前就是舒翁加安娜 广输没赢过 这局没选安娜 我觉得可能LF的一个单房体系就是 舒翁加安娜不能一起拿 但是单拿一个没什么大问题 哎 好看一下 LNGM后续的考虑 哎 这边打野也没拿 中路也没拿 现在其实是有点僵住的 他们现在有点就是被 就是因为团战没打赢 导致感觉BP有些束手束脚了 他们很想从BP或者说 就是因为我团战 我实在是打不开局面 对 有有 我感觉有可能LNGM他们自己是想拿比安花的 凌猫打野 凌猫打野了 凌猫打野了 凌猫打野走上 凌猫打野了阿探走上 至今一波而误 哈哈 这波突然变证了 凌猫杀野速度不慢 凌猫杀野速度就比孟婆慢一些 对 孟婆已经算是最快的了吧 应该没有之一吧 目前来讲 应该是最快的 好 看一下LF最后拿吧 还是败当 还是败当助 LF这个阵容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小控制是不少的 大控制全集中在中上两个点身上 RNGM这一局的阵容控制也比较多 容称是够的 对比一下双方在前中期的整体发力 这一局应该还是会延续上局的打法 就是我在你的野区 疯狂的采灵直 上一局经历过对方一直去反到歪的野 那可能会有所防备吧 没错 你不防这歪确实 不是很 他不是说我前面难不难受的问题 而是说不好做事的问题 当然他这局是个礼貌 可能对比上一局的米豆子来说的话 还没有上一局容易 对 肯定是难受的 这一局就是 黎猫因为他没有位移 他刷野快归快 这一局选黎猫应该也就打算存上经济了 我就算被反了 我还是不刷不刷野 我就以线上为主 主要就去搞线上的节奏 解解线啊 顺便吃点经济啊 吃点等级 那罗这个输出点 看一下团战中 能不能找到很好的输出位置吧 RNGM这个阵容比较难受的是 他们就纯一波啊 嗯 他们有点类似于 RNGM阵容 有点类似于RF上一局的阵容 就是我 就一波 我大招销完之后 我作战能力要锐减个五成左右 你像中野这两个点都很吃大招 包括锦纳罗输出的时候也很吃大招 对 但是RF这一局的战装输出 相较于上一局要好很多很多 而且下路了一个对线 锦纳罗加匣子跟对面去打 可能大概率前期是要能压一点点线的 嗯 看一下 书工加上鬼混完 其实说实话 现在下路射手对线很多时候 已经不看四神Counter了 看细节 真的就是纯看细节 对 我就是上个赛季我解说的最无语的局 是什么呢 就是我拿这个四神打不过你那个四神 我拿了你那个四神 我也打不过你这个四神 我都不知道在想什么 被正反手教育 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草地比较硬 拉到腿了 难受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 要先试一下场景 下路真的纯拼细节 对 好的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的比赛 蓝色发MGM 红色发LF 目前比分0比2 已经来到LF的赛点局了 我是文强姐说乔爷 大家好我是阿如 我是小矮 微信搜索金小店同学小程序 尽多电机机架专属大学生的3C 潮流阵地认证 学生会员几个中学iPhone13个 大潮10系等你来战 感谢我们的赛事行业合作MGM 金小店同学对本次购标 直连在暑期赛的大力支持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双方 在这局的开业和分线情况 首先就白档主的动向会非常关键 白档主呢就等于是一手名牌 对 就是我掏出来 我就肯定是要往野区搞事情的 这边的话直接放了一手一灵 先看一下对方的 入野的一个思维 一个动向 回家了 瑕疵也是先保了一下黎毛的野区 你看下路上组直接换线了 这波既然不好去直接从对方的野开 就换线 可是这一波换完线之后扣的上开 狸猫下开 这也不好去入到对方的野区吧 能反个小野 哪边都是对开的 啊都是镜像开的 能反个小野 镜像开的话 得看达摩达摩动向 对可能这多 这波更多的还是想去针对一下探智狼了 对 从换线细节来看 阿尔夫是想主动换的 对 不想让探智狼单人发育的太舒服 还好 树翁前期没有跟得太死的话 探智狼不会说太难受 嗯 但是线卡在这 嗯 其实还好 先压了一级 但这个时间点输翁来了 链子 这波练住了一下 这波输出硬扛一下 很难受啊 这波这波要是回家比死了还难受 确实但这个位置好像想回家 先能送进去吧 先能送进去就好 还不让回 哎呦 这波酷的还骚扰你 那这波就是存卡 这波先进塔仗你回家 是的 那真是比死都难受的 啊对这怎么办这怎么处理ymz 啊现在这个血量赶快就闭死了 会生不了二 这波不如死了说实话 说实话确实你交调早点上线了 对 哎这个太难受了 这最起码上线得录一波冰啊 是的 歪还不敢过来吃 因为剩下远程冰很脆啊 神行但是这波好像有响吧 回来小区打一下 要操作吗 没到二级啊没到二 对刚ymz到二有机会了 只能感感人了 你看他这一波就是交调是最好的选择 他不交这个顺是对的 对的 他如果这一波就是直接 嗯 回去的话人要离开 对 但是这个顺说实话 叶木子没交是对的 你交完之后也是也得死 对 这你拖的是自己的时间 对 这样中路没被对面打野 一直来照顾哈迪斯前期打线 还是很舒服的 哎 难受了两局了 小爽一把 外的其实也难受 外的是纯难受 都不太舒服 反正这局 拿个白藏主 不停的来骚扰的 不停的来骚扰的 但是 你对比两边抗压的点来看 小伟 相较于ymz 他活在天堂里啊 是啊 哎 哎 哎扣的五级 直接郡足开起来 对到枪上 对到枪上 这个普攻伤害 直接挂上去 这一歪连盾都没来几交 就被控死了 是的 顺步也没交出来 交不出来的 我没到三分半 两个人头进账了 是 这个这个输光和 白藏主俩人还长一块 哎 很恶心 上路倒是搞过一次叶木子之后 如果叶木子之后的话 单人叶蓝 一为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暂时 对 这样就解放了mmt的节奏 是的 mmt成长 速度还挺快的 是 这局对于舒翁的一个节奏的把控 感觉跟扣的 就有点合二为一了 对 有望成长成那种 顶尖神区 就是当年这个辅助的天花板 至今其实没有几个辅助选手 能达标的 尖峰时期的哈喽 然后 XC 嗯 然后阿亮 是的 他们就像玩游戏练级一样 就他们已经满级了 确实大家也是可以看到他们成长是一步一步来的吗 对的 现在 辅助选手的成长 比较拔尖的mmt是在算其中之一的 不 这一局杀到的是神奇楼 三级的终于来了一步 那这样 看一下 在这个时间打团好像RGM不吃亏的 这个时候你要真打一波舞舞台在神奇楼这边 RGM的阵容速度还挺高 是的 直接 顿交了出来 也是没有被压到太多的血线 哈迪斯目前的话是2.7k的经济 有大招了 开始转线 要去争夺神奇楼 这个神奇楼RF要拿 这一波夜兰很团队啊 他少吃一波线直接提前赶过来 是的 狼野在往这边赶 这波线不是他的 这波线是谢姬的 拉了说 谢姬要掉一波线 夜兰说我走到哪哪的线就是我的 是的 处理吗 这样鬼通完先处理中路的一个线 下路还可以的情况下 哎 鬼通完顺步被逼了 没有大招 大招也交了 摆盪主的帮带不是很好 没错 这波 要算了吗 还是要继续 有想法 但鬼神奇楼没大呀 这波 夜兰子也没有 事也给到 让李猫一个人去尝试好了 鬼神奇楼离了好远 李猫有事有大 哎呦没来急啊 小伟这边拿到了圣奇楼 真实的打野 是黄振伟 众所周知 LF有两个打野 一个是扣的 另一个是小伟 没错 以前也有两个打野 以前是扣的加阿亮 啊对 一个是这个光明正大的打野 另一个是兼职打野 哈哈 是 这样感觉他们对场上大资源的一个控制 扣的不太会给到对面机会了呀 就这样看下来 反正是歪这个位置一直没有人头进账 包括说野区也少收了很多 歪这边不说人头进账 他现在主动进攻阶段没法写过 是 没什么角度 而不在前程西视野拍的有点好 主要是有孙在 哇 说到这一波的尝试了吧 大家就能给一下挂伤害 交自愈 这一波有点能扛啊 哎呀 好肉啊 杀不了啊 顺都不交 顺都不交 这离谱哦 这就是彼岸花 这一克哈迪斯有主逼格际附体 肉的不行 确实 这就是彼岸花拿出来的作用 我不怕你抓 这不这不最 离谱的就是顺都不交的 纯牛 他手里大招都不交 嗯 什么都不交 大心脏 技能也拿得死 对 哎但是希希再往下路由这个角度 哦 鲁鲁锤 血机哎呦不开了啊顺步 好险好险哦 一个大招换一个顺步 吃回来了快要出大事 对 其实这也是侧面反映出来选手对于 血量的一个掌控非常到位 但是最直观的就是说rncm是很亏的这一波 对 算 就是没有人头爆发 哎技能脚很多哎 一铃这边捡个素 这波不好再接了吧 鱼手里的胜部刚刚交 现在其实让歪有点无从下手 去上路上路那个位置 被越塔越了一波 中路这边的话暂时也拿不到什么线权 下路这边也没有好的机会 而且自己家也去没什么资源情况下 他的一个节奏很难找回来 他是个狸猫呀 嗯 啊这边再抬一手又来了吃走 看着这个黄真伟 举这个罗罗锤就来了 中路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所以已经来人了 防御塔摸都摸不着 上路的话 碳射狼还是没有摸掉对面的一坦 没有不太好摸 所以这边找谁 找歪啊 这是 想过来是抢野怪的 好霸道啊 这个大招顶的 他根本就不 没有想法打歪 他就是想来抢个野怪 哎扣的 二四一二反手挂一套 大招打出来 手里有自愈 这波火拼扣的手里没技能了 拉距离 一技能逼顺 是的 这要飙大的话 好像要出事 黄真伟黄真伟黄真伟 黄真伟来了 黄真伟有顺步靠 这一波 其实要洗内 哎呦 反向拉一要细节吗 三技能 二段继续拉一下 二只能笑的完肥 黄真伟就走了 是的 这一波有细节啊细节满了 死血靠三技能规避伤害 反手摸了一个占卜之印 是的 摸完之后就是一技能 反向来到你的头旁边 躲你的一 哎再过墙 对 这一波的夜幕仔细的 下路一个对线 两边还是挺平分秋色的 金银叉一直也是没有拉开 包括对于塔皮的一个限制 对这真的就是 吃的差不多 选择决定结果啊 玩MZ的每一波选择 都是最正确的 是的 此时此刻 刚刚 阿科会跟小伟说什么呢 你这能说什么呢 这没什么好说的呀 没杀到啊 哎 哎 这小应流大招空掉了 是的 哈迪斯手里顺步一跤 但是反手这边的话 直接拉技能 赶跑了 但这一波的话 你这样不好再去接这条升级楼了 状态不太好 感觉要给了 第二条啊 这是啊 那这样两条升级楼的一个加持 马上要来到十分钟这个时间点去打蛇团了呀 是的 LF他们的优势很大 而且精心差不是很多吧 但是也是一千左右 LF今天打LF应该也打挺爽的 因为操作就是你看到对手操作秀才能带动自己的情绪 哦 这个位置想蹲的看一下 哎 这我这靠到这时候绝对在说脏话 哈哈 绝对在 哈哈 直接跑 升级楼在眼 我我都能想象到他那个语音包 什么杯升级楼你在干什么东西 哈哈 哎呦 好现在大蛇刷了 反正赶跑之后夜蓝目前的话是可以 带人去吃掉这层塔屁已经六千块了 哎都想往中路动 LNGM先占了一个视野 正面先碰到一个探子狼 三个人碰撞 选回来 哎呦不躲掉 这一波小伟过来 没顶上靠墙 哎动杀心了 一招了 手里有大有算 问题不是很大但 琳毛大就能被击了出来 哎呀这波有没有可能LF要摸蛇啊 可以摸的呀 逼掉了两个关键大招 这个有点难受住了 琳毛大招没有血腺不好 鬼死白大招也已经交完了 要尝试要尝试 哇直接摸蛇啊 而且琳毛刚不管状态从家再往这边赶 大蛇这波好像是要蒸开了呀再不来 YMZ很长啊聚采一丝血 但是他想发挥最后的底色 算了吧 鱼 鱼有没有机会 什么 鱼这波过强 小莫输出 但是经济不够啊 5500输出 皮肤汗术 哎呀这 蛇应该没有了 甚至蛇没被拉脱 还可以继续打 那这些稳稳收 这个波的话 鱼尽管想出出 哎 哈迪斯不让他走 你还追吗 哈迪斯一下不漂亮 不跳啊 这个位置有点刁钻的 是的 但是一个两个蛋堆咬 哎 我这不是吧 还在冲被动戳死 但是扣得过来 翻手一四刮二咬死一个 是的 而且那 YMZ这边击杀掉了哈迪斯之后 哎呦你见不终于开张了 是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蛇掉了 鬼使白这边 清线能力比较快的 射程双飞都阵亡 现在谢姬在下路 还在继续单带 两条路的塔呀 压力很大 嗯这个中下两个二塔 就干脆就直接不要了 就看能不能来得及 守一下高地了 炭治郎还在单带 但是感觉LF想去逼下路了呀 最最稳的选择是 高地放一到两路来换发育时间 不能再守了 再守就是一波 对 RGM一定要顶住啊 有机会的 只要拖住鱼的发育成型 是可以尝试打打一波大团 没错 上路边坏了 我们之下测意 哎 看一下歪的位置 在旁边蹲一下 只能是蹲一下了 只能是蹲一下了 不过LF也很稳 看到对方全部复活的情况之下 他们也没有选择继续再去做一个推进 但是这几波团打完之后 经济差已经来到了快六千了呀 对这个差距说实话蛮大的 是三分钟六千真的不是很能接受 对正面团真的差了很多东西 而且上路线也来了 这个阵容 叶木子拿出来还是一个单带式神 你现在出不去 鱼的经济太差了六千六 他现在是根本打不动人的呀 没错 甚至都有点站不住 上路得死守 中路可以放 上路得死守 卫士白收了一大招 卫士白 哦呦 瞬 但是匣子匣匣交了一个瞬破 你把反处打击都给到 这波带着高地去打团 有机会吗 没有啊 Y这边先被留下了 是的 经济的差距 现在展现出来的输出对比 太 卫士白没大呀 又来了 根本守不住 还要去顶尾进位移 找起纳罗 好这波上下两高地 上高掉了 就是rf太清楚了 就是他们推下路 他就知道你安静不敢守 他们知道你心思 你可以放一到两路 但你们不可能放两两两个别路 那这样那中路我就不交太多技能 我不交太多技能去推 啊先让你就疏忽一下你的防备 然后在上路的时候就强攻 第三条升级楼 ymz想过来当初代英雄 有机会吗 被接位移了 哎呀 还有一段 但是升级楼没角度了 匣子 匣子应该是没了 手里没技能 是的 这条升级楼 lmgm哪怕说被留下 他们也是一定要过来看一看抢一抢的 没错 哎这个位置 ymz直接被四个人包夹 没法跑的 四个有没有机会一波啊 只剩三个人不是很好守了呀 冰线冰线冰线 小伟已经把冰线接过来了 下路两波加强冰线 想强开 小伟已经进到里面去了 这波看一下叶兰的位置 他比较关键 里面大技能 砸一下砸到三个 这他最后的预热了 完了 这波算不上来 叶兰的叔叔太恐怖了 一边子暴击直接冲刺 叶力波了 带着冰线直取大赢 恭喜二波 拿下本场 别我的胜利 提前锁定 总决赛 恭喜LF 恭喜 哇 他们这一场赢下来之后 就提前锁定了总决赛的门票了 是的 然这样今天的精彩操作和亮眼的 发挥非常的多 但是 比较可惜 面对LF还是欠缺一些经验上的 处理啊 就是在打团这一块的经验处理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嗯 不过今天的话 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场 B5啊 真的是特别特别细节 特别特别精彩了 方方面面都给我们展现出来了 而且看到LNGM是绝对有能跟LF白手腕的一个力量的 只是说这个力量再需要之后再去弥补一下 下个赛季我们再来 LF再次展现出了他们的支配能力 恭喜他们 赢下奔场比武的胜利 恭喜 恭喜 他们现在就像大魔王一样啊 到底哪支队伍可以终结他们的连贯传奇 呃 目前只剩下总决赛 看看有没有机会了 他们现在真的用小说里的话就是双手染血杀人无数摩血斩今天 已经无敌了 对现在有点之前那个意思了 跟他们常规赛来看的话是完全不是一支队伍 之前也说了嘛 这支队伍就 他就他怪就怪什么地方 就是我常规赛和我继续赛是 这等于是全员都变了一个性格 变了一个打法 呃意思是全员都是大赛型选手 就越到关键的局 大家发挥的越好 呃这确实 呃 LNGM今天是有点有点可惜啊 精彩操作今天是看爽了 嗯 呃各种极限逃生 呃各种这个反杀团战 是逆风打团什么的都有 就包括心理博弈什么都有 但是大比分算是三比零 但是精彩程度不亚于满五 嗯是的 我觉得我们是加班了的 我们比那些就是上三比二的解说 其实不差的 哈哈哈哈 我们这个精彩程度就不是不是不亚于他们 嗯 什么不亚于啊 我们这完全是等于10区的工作量 哈哈 啊确实今天LNGM LNGM我感觉他们可能就是说 我在尽我的权利就是我该打的东西 我并没有说因为要面对LF 我不敢打或者不敢操作 反倒是真的就是我尽我所能 该打的东西我全部都打出来啊 确实已经很不错了 没错 而且在BP上的想法感觉也是有的 包括说一开始去拿到炭治郎 后来换到一些狸猫去打野 都是他们尝试做的一些改变 去守自己的一个野区啊 防止对面去杠客都有的 但是可能还是在团战上的细节吧 差了一点点被打闷住了 这一步还是没迈上去 就是你这个狸猫体系就是抛出来 狸猫就是前中期想要做的事情的路线 已经被白状主锁完了 对 你也没想到这扣的丧心病狂 两局逃了个白状主 这东西打runker都见不到 打比赛能看到的 对 不过今天的话 我感觉三局下来 LMGM他们三套不同的阵容体系 其实真的也是在不断的去尝试 你看第一套不行 我立马去更换 我用不同的阵容去换一换 看一看有没有机会 但是为什么不锁这戏机 能源戏机这个点是个祸害 确实你放给对面是祸害 留给自己的话可能是一个双倍的加成 就第三局BP其实我们也在想 如果你第一手锁匣子这个点 换成祸机 第二三手其实完全是有机会拿匣子的 匣子的点 要不要再另说呗 对吧 就是主要还是祸机这个点 第一第二句发挥度已经够亮眼了 对 好了看一下赛呼数据 14分59秒 人头比11比1 全场输出最高的是哈里斯的比较花 39000的是说 就是哈里斯今天发挥的非常亮眼 非常华丽的数据 他今天表现不错 唯一的一场盛气楼 是的 对 好看一下 本局的本场的大厂最佳给到了哈里斯 哈里斯 他在这三局里使用了两个式神 一个阿姿一个比较花 整体发挥都非常的稳定 非常出色 平均输出的话差不多也是30%左右了 非常 不错的一个伤害占比 好的我们看一下 上一局的老广时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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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佛今天真的是 全员状态火热 就像是 你看夜兰的位置找一个很好 然后MMT今天也是一个隐藏的工程 没错 它表现就包括就是线上的钩子啊 钩子啊控制啊 包括为队友创造速度空间都给到了 它示茫进步很大的今天看下来 对对对 扣着小伯哈里斯也不用多说 他们今天就是感觉全员都把状态 调整到了最佳的一个状态 是的 但MGM今天其实整体状态调整 也不错的情况下 打团聚一块 还是被阿尔佛给牵制住了 会有一些被对方无形中化解的意思 就是他们其实想法很多的 包括在你像第三局 争夺这个圣气楼的时候是 率先想利用林芒这个点 先把对方打掉一个点 我去争夺一下 但是对方其实早在那个位置 已经防备已久了 反倒是自己把过多的技能啊 大招关键技能交出之后 状态不是很好 又被打退了 对 但是今天IronGM也拿捏过阿尔佛两次 拿捏的 对就在第一局的时候 那条大蛇 对一波反心理的博弈去强开蛇 然后还有一波就是在 将近4000进去的情况下 反打一波才打了 一换三一换四 对一开始我们也是说了嘛 季后赛一定没有弱虑了 大家都是很巅峰的一个状态 站到现在这个地步 是吧 就细节很关键 就是打到这里 大家的实力都很强 那就是拼细节了 对 那接下来的一个打场的比赛是 ONG面对阿斯特 这场比赛说实话是我比较 期待的 不不 就就 我不想 不打了 嘴着急还吗 因为不敢 就是就是有点不敢看这场比赛 说实话 这场比赛我其实不太想结束 我很怕 因为阿斯特这支队伍就是 我们真的是就从他打的特别弱势的时候 就一直在关注 一直到他们黑黑马尼西 然后就到今天这一天 就有点不太敢去看他们的比赛 就感觉就是他自己看了 就是因为自己解说 导致一些什么情况 你懂吧 懂懂懂懂 其实乔大哥的意思就是说 看惯了他们之前那种 非常强劲的一个感觉 突然转变成这个样子的话 感觉会有一点点不太适应 嗯 不适应 然后也不敢去看他们的比赛 就尤其是面对ONG 他们进去装的又火热 如果你阿斯特还好吃 你尝一下 我给你举个进去的比较直白的例子吧 就是平时我跟乔大哥比较熟 他看惯了我风光火火的样子 突然有一天我就沉默不说话了 那他会觉得我 哈哈哈哈 你走了 那太好 再见吧 我认为我们这个朋友做不下去了 没有 我觉得这个 有句话怎么说的 三年学说话 三十年学闭嘴 没有 我只能说阿如终于三十三了 哈哈哈哈 不是 不是应该接受你突然 你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或者是遇到什么事 好了 你走吧 这些阶段我已经过了 你知道吧 行行行 白白白白白白 我会我会往更加深刻的地方去想 啊 你觉得我成熟了 长大了 我觉得就是我终于18岁了 成熟了啊 就在16岁的年纪拥有着33岁的这个成熟 哈哈哈哈 行了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来来我们说一说吧 你们觉得等会儿被采访谁吧 呃 哈迪斯的可能性还很大吗 哎 小爱刚刚一直在一直叨叨一句话 我不知道他在叨叨什么 我没听清 我比较想知道你在叨叨什么 今天哈迪斯这个表现 我觉得可以给他小银诗一首还是可以的吧 小银诗啊 我今天准备了一下 这么文艺吗 来来来来 封印纸须 弹纸一挥 嗯 还得看我孙雄威 啊 好事好事 我来看 跪一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来看一下赛后采访环节 好的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陈欣 恭喜LF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我们请到的是上路选手小伟 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LF的上单小伟 欢迎小伟 今天怎么有点点卡顿 是太久没有回来打比赛 会不会有点紧张呀 没有 我感觉是我太久没有被采访 啊 确实 而且我们暑期赛 赛程确实也是比较短嘛 你们今天赢下这场胜利之后 马上就要进入到决赛了 啊 首先想问问小伟吧 今天拿了三把泄击 是不是玩得很舒服 嗯 还可以吧 我本身是不怎么爱玩泄击的 我已经玩了太多把 哦 所以其实也是队友 让你选择这个时辰是吗 是的 我的队友要PUA我 他他们要说我的泄击太厉害了 然后说我其他时辰不行 就逼着我玩泄击 哦 赛场PUA来了 真的太真实了 不过泄击确实可以看到 在我们暑期赛的版本 感觉他的胜率 而且他的作用也是非常的出色嘛 想问问 其实我们暑期赛的前期 在上路的选择更多的也会有像今天出场的炭治郎 还有以及阿修罗 为什么你自己在这个风格上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呢 就是因为现在的版本需要上路去承担一个肉坦的版本 所以就天天玩泄击这种英雄了 嗯 所以还是为了适应版本啊 今天确实可以看到效果非常好 那继续聊到今天第一局的时候 其实对面也是有点半偷半拿的那种打掉了二蛇嘛 当时你们第一时间有反应过来吗 第一时间其实是反应过来 但是看那个蛇的血量就已经来不及了 那没办法就只能打人了 嗯 那你们后续是怎么快速的调整过来直损的呢 后续就是我们经济没有落后嘛 就赶紧想着打一波团 然后让对面减员 嗯 可以看到LF的抓机会的能力真的是太恐怖了 只要有一波翻盘的机会就牢牢地抓住了 那继续想跟小伟聊到的今天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第二局的时候 其实安娜又放出来了嘛 但是你们没有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孙雄伟的安娜有点不尽人意 就没办法选了 那想听一听你们队伍对安娜这个世神真实的评价吧 你觉得这个世神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世神 嗯 还行吧 还行吧 那你觉得你们不拿的是因为人的原因多一点 还是世神的原因多一点呢 因为我们团队 我们团队的问题 哦团队啊 高情商的回答 好那今天继续想跟小伟聊一聊 就是还是回归到谢姬这个点啊 今天谢姬真的是太出色了 好几波推到了关键的C位 而且前驻了对面的关键人物啊 想问问你自己对于这个开团的时机 以及说角度你是怎么把控的呢 我感觉谢姬现在有效的开团方法就是顺步过去 然后把别人推回来 就得看对面C位给不给机会 嗯 今天抓到了机会 今天抓到了一点 然后也失误了好几波 确实也是可以看到谢姬这个开团 感觉是不是也是有一些风险在的 是的 我就送了好几波 但是其实在后面还是发挥的非常好 而且开的非常的关键 那继续聊到后面两局 打野位置我们扣的是选到了白藏主这个世神嘛 看到第二局的时候 他们下面三个人入侵下野区的时候 你的谢姬直接到上半野区进行骚扰 那一波是发生了什么呢 那波吴远超叫我别去送 但是我想去展示一下自己 然后就送了 这是可以说的吗 所以你之后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交换 其实有点像经典忌天 法力舞变 让队友过得很舒服 其实没有 因为我没有把他的麒麟拉脱 也没有把他的麒麟拿掉 这样我们其实是挺伤的 所以我想帮你圆一下 你自己要把这个戳破了对吧 没有 无所 送来就是送了 这个错误还是要承认的 只要在场下好好调整过来 下次不要再翻就可以了 小伟真的是太实诚了 好 那今天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到小伟就是在上路二塔的那一波 一打三太帅了 这一波是怎么操作的呢 我也没想着杀他们 我就想着我狠着他们也杀不掉我们 他们在这边 我就耗一下他们的时间 随便敲一敲他们就好了 感觉小伟的采访风格 跟LF其他人都不一样 其他人都是拽阁 你就是实乘小子 是不是 好 那不管怎么说 今天还是要再次恭喜LF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也是感谢小伟接受我们采访 让我们一起期待 他们在决赛的精彩发挥 那接下来时间 让我们稍事休息 一起期待下一场精彩的比赛